李桂華表示警方今早在全港不同地區 拘捕4名18至20歲男子 目前正在扣查 李桂華表示7月7日的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會議上 提出動議褒獎7.1襲警者有30票贊成、2票棄權 無人反對、獲得通過 學生會隨即用社交平台將動議向公眾發放 它形容有關動議合理化、美化、光榮化、恐怖主義 鼓勵自殺行為、令人摘線 至於其他出席會議及投票者是否亦涉嫌違法法例 李桂華表示警方的調查會繼續進行 會約見他們、了解他們的投票理由 有記者問到有人擺街站支持被判罪的7.21元朗白衣人 是否亦涉及美化暴力警方會否執法 李桂華則表示 廣大學生會學院引述消息指 被捕人士包括已辭任的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郭榮浩 港大評議會主席張敬生 港大文學院學生會前代表容仲熙 以及前李國賢堂學生會代表林承鏗 警方另外也帶走多人協助調查 包括學院總編輯、校園電視主席及評議會榮譽秘書